我們現在在從佳明湖回家的路上 我想利用這次當公佳明湖的機會 順便測試一下這個新的RODE Wireless GO 無線的小蜜蜂 我現在是把小蜜蜂的位置放在這個地方 有聽到嗎 它一個好處是它很輕 然後呢 常常在爬山的時候 或在戶外的時候 你很難去控制一點就是它的 戶外的風很強 那風一強 你講話Either就是要 對著麥克風叫得很大聲 即便那樣子也難免說 可以保證音質的穩定性 所以這次想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也是喜歡做戶外拍攝的人 這個Wireless GO適不適合投資 那現在就先來做一個簡單的說話測試 這邊沒什麼風 在沒有風的情況下 平常走路大概會是這樣 好 那我用同樣的音量把麥克風拔掉 給我聽聽看 怎麼樣 現在是GoPro它原本的聲音 你們覺得怎麼樣 應該 我現在聽不到 但應該要算清楚 除了我聲音有點小 因為其實我蠻喘的 已經爬了一整天了 走了二三十公里 你好 可能一般來講 我就需要用到這個音量 大家才會聽得比較清楚 然後稍微走快的話 可能又會有風的問題 好 那我現在把麥克風插回來 現在應該是麥克風 應該是Wireless GO的聲音 是不是清楚很多 那即便啊 我在一個小跑步的狀態下 應該多多少少 只是聽到我外套的聲音 我習慣放在外套裡面 因為就是說 即便風再大 外套都能夠 是一個很好的擋風 這樣子就不太需要 去擔心風切的問題 如果想要 讓這個收音品質達到最大化的話 其實 就可以讓它裸露出來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 那種麥克風被悶住的感覺 但是一旦起大風 我覺得可能還是會有 聽到風切的風險 所以 與其這樣 我不如隨時 都把它 藏在外套裡面 這樣子大家也聽得清楚 我也不需要去擔心 有風切的問題 那另外一點呢 就是 你不覺得 在戶外行走 有一點很療癒的是 你去聽 踩在大自然的腳步聲嗎 這個Wireless GO 可以輕易的做到 你只要把這個Wireless GO 放到 你的襪子裡面 然後貼近鞋地的話 就可以非常清楚的聽見 腳步踩在大自然的聲音 然後這個是 GoPro 原廠 的聲音 現在 走在冷線上 風超大 這個時候 我是把麥克風 就夾在這個地方 然後再 把外套拉起來 對不對 理論上應該會擋掉 很多的風 我現在 沒聽到不知道 我等一下 會把 麥克風拔掉 然後你們來聽聽 你們喜歡 哪樣子的聲音 而且我現在 因為很喘 我講話講得非常非常的輕 好 把麥克風拔掉 怎麼樣 怎麼樣 是不是很屌 那這Wireless GO 有一個缺點 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沒有辦法偵測相機的開關 自動開關 你可能會好奇 這台不是有7個小時電量嗎 但是我隨便一次當工 就十幾個小時 你可能也會好奇 那為什麼不要再用的時候 再開機就好了 因為 我懶 你要想 開機跟關機 都是要長壓3秒 一開一關 96秒 只要錄10段影片 我就浪費了1分鐘 一年只有525948分鐘 你每浪費1分鐘 就是虛度了5259481年 你現在的題 可能會覺得沒有差 那是因為 真的沒差 那你可能更會好奇 為什麼我現在講話要想天殘呢 因為 麥克風在這裡 但不要緊張 其實這有個解決方法 就是Wireless GO 它可以一邊充電一邊錄影 所以如果你不在乎多一條線的話 其實這應該不會造成你太多困擾 那今天測評就差不多做到這邊 如果有幫助的話 麻煩在底下幫我按讚 也分享給身邊 在猶豫要不要買這台的朋友 那我們下次見 我是Daren Bye 欸等一下等一下 你忘了一件事情 到影片的下面 按到那個讚 哇靠 頭也太帥了吧 點它有一個紅色按鈕 按下去就對了 喔 欸你還有時間再看一支影片啦 我跟你講 這支影片超級好笑 欸還有這支 這支影片 喔 掉了 厲害了厲害了 不信你點點看 真的啦你點點看 欸你點點看啦 欸點點看